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汪海林再次炮轰肖战,称他已被行业封杀,为何汪海林总和他过不去? 对于汪海林,对于肖战,相信大家都十分熟悉了。 一个是影视行业的前辈,一个是娱乐圈的后起之秀。 但是,两人却像是火星撞地球一般,经常性会发生一些摩擦,当然大多数都是汪海林单方面宣战。 而最近汪海林也是又一次朝着肖战开炮。 直接肖战已经被行业封杀了,只能出去走走秀,电影电视剧已经没人敢请他了。 这番言论已出来,评论区瞬间炸锅。 主要是分为肖战粉丝和其他人两大阵营。 一方认为,肖战刚代言了高奢品牌,在商业价值上,还是受到品牌商家认可的。 而另一方面则是认为,肖战作为一名演员,但是目前却先少有宣传,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肖战的困境。 当然,孰是孰非这还是很难定论。 毕竟肖战现在也是在忙着如梦之梦的事情,再加上代言等其他事情,在影视方面自然就会有所缺乏。 为什么汪海林对肖战,乃至小鲜肉经济,都抱有敌意? 而肖战在面对这种质疑,又该如何破局? 娱乐圈从来都是资本作主,但却是有着不同性质的资本。 年之前,娱乐圈基本上都是一些实体经济资本作主,主要以梅老板为主。 在这个年代,娱乐圈的创作十分自由。 导演编剧拥有极大的创作权力,除了女主角之外。 因为梅老板没有什么别的野心,投资拍戏也只是千金博美人一笑罢了。 并且他们也知道专业的事情要有专业的人做,所以自然就会放手让编剧去做。 而汪海林就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编剧。 但是现在,在娱乐圈的资本,基本上都是带着所谓互联网思维的。 在他们看来,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营销、圈子经济等等来解决。 所以,在娱乐圈之中充满了浮躁的 KPI、回报率、增长率等等一些问题。 而为了达到这种业绩增长,资本就会对剧本、剧组成员等等进行干涉,按照他们给出的大数据画像去进行拍摄。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没有话语权的编剧和导演,就像是工具人一样。 将资本的意图实现出来就行了。 而任何一个文艺工作者创作者,基本上都是有着强大的表达欲望,才会选择去从事文艺工作。 而这也正是汪海琳所愤懑的原因,而小鲜肉作为这个经济链体系最显眼的一环,自然就遭到汪海琳的炮轰了。 在面对这种这种质疑和炮轰,肖战要怎样破局? 答案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拿出自己的代表作。 作为演员,就拍一部好戏,作为歌手,就出一张好专辑,作为明星,就做好道德模范榜样的作用。 也许,很多人都会提到那部肖战和王一博大伙的剧,因为好像有敏感,所以就不提剧名了,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是哪部。 但是那部剧在体材上有着敏感的,所以也是逐渐开始不提了。 那么肖战作为演员而言,就是缺乏这个代表作,而显得缺乏说服力。 但是肖战有一点做得非常好,那就是他的人品道德水平十分过关。 事件过后,那段时间肖战饱受争议饱受质疑,有很多人都想将肖战巴底,找到黑料,将他打成劣迹一人。 但是将肖战巴个底朝天,也都是只有一些骂脏话之类的行为。 而这些行为,正常人也经常做,更何况那时候的肖战也还没成名。 而肖战在成名之后,也是在约束自己的行为。 比起其他他房的艺人,肖战在道德这一方面,显然已经是金字招牌了。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汪海林炮轰小鲜肉,是一件十分勇敢十分正确的事情。 但是对于肖战,对于小鲜肉而言,他们本身是有合同约束在身的,是需要听从公司安排的。 他们本身就缺乏和公司和资本平等对话的权利。 所以,汪海林的这种炮轰,基本上对于娱乐圈所能起到的,也就只是隔靴骚痒不痛不痒罢了。 真正想要以一己之力改变娱乐圈的状况,或者不被资本绑架,汪海林不妨向吴京学习。 吴京以战狼、流浪地球长津湖等等好电影好作品,来慢慢提升国内电影市场的门槛和品质。 而汪海林,这种打嘴炮行为,则是没有任何作用。 甚至只能够让这种矛盾升级,让真正的问题隐藏在幕后罢了。 当然,肖战也是未来可期的。 因为大多数明星,在刚出道的时候,都需要熬资历,慢慢将自己的口碑提升起来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